每一個餐廳你進去 每一個咖啡都在說一個新的公司 或是在投資一個新的公司 你假如需要四個 五個 六個人開一個新公司的話 你可能進去一個 Starbucks 你就會找到了 而且我覺得另外一個是 你需要工程師 工程師有幾種啦 常常在這個 Silicon Valley的工作人員 他們是兩年 三年 四年工作在一個公司 但是他們的心態就是兩年 三年 四年就去去新的公司了 很多國家他們這些人都已經很高興說 我在這個公司了二十年了 三十年了 所以這個想法不一樣的 像在這個 Silicon Valley的這個想法是 你不用給我薪水 你不用給我錢 你只要給我stock 他們是 我覺得在這個 Silicon Valley是比較會 gamble 一點 我認為在別的 別的 countries 別的 area 比較難找到這個 這樣子的想法 我每次聽到這個 economic downturn的時候 還有這個故事在報道上 或在新聞上 等等 我不可以相信 因為我從來沒有看到 在我的這個世界裡 從來看不到 The only time 我有看到是大公司有被 hit 有像以前在Google的時候 他們幾年有freeze hiring 但是現在也慢慢的回來 但是假如是這個 Silicon Valley 不算這個大公司 這個 Silicon Valley 你是 好像 unbelievable 現在多少個新公司在 你已經開始Youtube 我們第一個 funding round 是3.5 million dollars 現在的 funding round 都是 5萬塊 十萬塊 很低 現在你可以從這個 Amazon 租這個 租這個電腦 你假如不用三個電腦的話 你只需要用十分之一一個電腦的話 那你只要賠三百塊一個月 所以現在進去的階段 根本都不需要 現在你看到很多 Stanford freshman college students 都已經開始新公司了 只要幾千塊就可以開始一個 start-up了 雖然當下的下跌可能有 hit這個 這個market 但是 idea 出來啊 新的公司創的新的公司 每一個月都會 還是比 all time high 比以前的 就是 現在的最高 現在 現在的最高 什麼 是 最多的公司 現在開始在這個 Silicon Valley 是 比較 small focus 他們是 focus for example 就是可能寫一個 iPhone application oh they wanna get money very quickly yeah 他們是 very quick turnaround I think 比較少這個公司啊 想要start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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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的像這個 Facebook 是可能一個 example Twitter可能是一個 example 現在開始就是比較small idea的 不是一個 really 一個business 的idea more 是一個 一個 service 那大公司會來買的 因為現在 需要 需要 開始一個新公司的時候 it's so little money you know 以前的話 你要投資3 million dollars so it's difficult for 一個 one person 但是現在的話 你只要投資 really 萬塊 十萬塊 進去一個公司 你就可以 help them a lot 但是 the difficult thing also is 本來以前的時候 你只有十個公司可以投資 現在有一萬個公司了 so which one did you choose very difficult 我們還沒有看到 the results of what will happen 我還是覺得 我還是覺得 like eventually 就是像 以前 like 當那個 車子被 發明的時候 or whatever 100 years ago 有幾百個公司 開始 創這個 cars 但是最後的時候 只有幾個什麼 gm chrysler you know 只有幾個公司是成功的 I think over time 會有幾個 比較大的公司 會賣下來 但是就是 只有會幾個 可能 not big 3 可能有 big 12 or something you know 的人 我我覺得 這就很成功 我 你 現在 對